看看新闻网 镜头连成年人看了 也不禁有些害怕 也许是部分家长 有了心理准备 所以记者在散场后发现 只有一对父母 带着孩子 一起来看了这部片子 也因此 西游降魔片的热印 再次引发了大家 对于国内电影 建立分级制度的讨论 分级制呢 它实际上就是 帮助那些没有能力 或者没有心力 来保护自己的孩子的 这些家长 去判断和分辨 哪些片子适合孩子看 哪些不适合 不适合孩子看 这个分级制呢 恐怕还是要列入 到一个律师日程上来 而在目前还没有 这一制度的情况下 我们要呼吁各大影院 是否首先能够 在门口设立观影提示 同时我们也建议 各位家长 带孩子观影前 最好还是先对影片 有个了解 以免对孩子的心理健康 产生不良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我们来说 谢谢观看 再见 谢谢大家